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由第一证券 First Trade和美股实战学院联合为大家带来的 大型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的节目 那这是我们第七季 第五期的节目 那也是一样的 为往常的六季一样 给我们大家带来八期的节目 那我看今天还是有很多老面孔 老朋友也有一些新的面孔 那大家也可以在聊天这里 互动一下 告诉我你们从哪个地方来 来自哪个区域 哪个国家 那大家也可以互相了解一下 互相了解一下 同时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可以在Zoom这里 有一个Q问答的这个地方 可以选择点击 然后留下你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财报记下的美股 简单的一个免得声明 如果说你选择继续参加 等同于上述的一些条款 这是本次的班车计划 跟以往一样 我们迅速的过一遍 会使用到以下的一些工具平台 首先我们先看财报吧 先看财报 就目前 就目前 15号 15号早上 也就是说银行报完 这个基本上 昨天早上是很多银行 报财报 对吧 我们看到今天又有这个美国银行 是跟预期差不多 差不多 市场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但我们看到昨天 银行的财报 的确是给大家带来了 这个市场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 虽然说财报数字的话呢 略微比预期高一点点 但我们看到之前的预期啊 是经过不断下调的一个预期啊 从目前来看 Q3 2019年Q3财报季 总体来看的话 已经报的啊 虽然说没有说大半啊 只是报了非常小的一部分 连五分之一都不到 但我们看到目前来看 整个搭卷啊 还是 比较偏红色的啊 那目前应该是加上这个周二的盘后 加上周三盘前 目前应该是报了接近十分之一的公司了啊 标普500里面 500多家 502家里面应该报了50多家了啊 那就昨天的数据来看的话 目前大部分还是超出了预期的啊 大部分还是超出预期的 而且对下个季度的展望 这边也是有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展望啊 当然呢 我觉得这一个数字是因为之前不断的下调啊 所以呢 这边我们看这个答卷 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满意的啊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市场的预期太低 这是一个问题啊 这是一个问题 但目前我们看到市场也是有一个良好的反应啊 良好的反应 至少目前市场觉得说 美股这个财报记忆的答卷还是比较满意的 估值可以向上挑一挑啊 向上挑一挑的 那我觉得接下来今天盘后啊 Netflix的财报才会开始这个更来越来越重要啊 因为这个龙头啊 银行报了财报 我们看到对大盘有一点点帮助 那接下来科技股啊 科技龙头 银行跟科技两大板块 两大权重 这两个同时好 才会有更多利好的出来啊 我们看到目前从这个增长上来看的话啊 EPS growth 房地产 还有consumer discretionary 包括healthcare industrial 这些周期性的一些板块 我们看到是有不错的这种表现的啊 相反我们看到国际性比较强的信息技术啊 或是所谓的科技 稍微薄弱一些 银行这边还是比较中立持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目前没有太多的能源公司或基础原料 还有这个utility公司报财报 可能要到财报的中下半啊 才能看到更多这类板块的公司报财报 那目前来看的话数字还是OK的 当然这个数字表啊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啊 那我们下周也可以再跟大家再来报备一下啊 那目前初始状态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等过半之后啊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财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一会呢 我们会分享很多财报相关的一些trade 尤其是期权的一些交易啊 希望大家能可以 踊跃地提出问题 留到最后 另外我们再看一看这边的财报展望啊 财报展望 从这个MSCI Wall Index 下面的这个不同的sector 来看啊 整个财报的展望 刚刚我们看到还未啊 开始播报的能源基础原料类的 这边的2020年的啊展望啊 EPS每股盈利展望 其实是双位数的啊 还是比较强的 还是比较强的 远远高于啊 这一个世界指数的平均值啊 远远高于这世界指数的一个平均值 那么看到一些传统的板块 可能这边我们看到增数是有放缓啊 或者说是处理在一个 这种比较这个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 没有什么新的成长力啊 或者说这个周期性没有特别强啊 可能会是更多就是平稳的这样的一个过渡啊 那我们看到一些周期性的一些品种 在20年啊 在这个19年18年啊 表现可能比较差的能源基础原料啊 可能这些开始进行周期性的这样的一个复苏啊 那这也是从ChelSwap这边来的数据啊 FastSetData给的这个数据 上周的这个数据啊 那这边这个展望 我觉得接下来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能源跟基础原料 在接下来后半啊 10月的下半部分 包括11月初会有更多的能源公司跟基础原料公司 这个爆财爆啊 那我们看最近新市场对吧 也是比较强啊 新市场也是比较强 外围市场普遍比美股要强一点点啊 那这个IEV 这个是欧洲的ETF啊 EM是新市场的ETM 我们明显看到新市场还有欧洲啊 是比SPY要稍微的强一点点的啊 稍微的强一点点的 然后市场的风险喜好也在不断的走强 Cosumer Discretionary啊 可选消费跟必需品消费 这个比值我们看到走强 还有高波动值的股票啊 或是高成长性的股票 跟这种低波动值价值的股票的比值 我们看到也在走强 说明市场的风险喜好正在不断的加强啊 市场风险喜好不断加强 然后SPY对国债的比例 我们看到也在不断加强啊 而且其实都说明市场这边是有一个风险喜好来的啊 那些风险可能这些比较高的 或成长性比较强的这些板块 我们看到最近是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这个趋势往往会继续延续 除非说出现重大的这种趋势的转变啊 另外我们看市场情绪目前是在一个中立的位置吧 这个位置其实可涨可跌对吧 所以这个情绪来说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啊 那像上周我们讲到的 如果市场来到一个较极端的一个情绪的话 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入机会啊 那包括在上一个月我们也说到了啊 当这个市场的恐慌情绪指数来到20附近的话 那将是中期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然后包括上周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短期 抄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那目前从资金流来看的话 虽然各大股指是成功的占回到了20天均线 50天均线 中小盘这边还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啊 那其他都站上20天均线 站上50天均线 有继续向上突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但是背后资金流这边其实确实有点啊 难看啊 并没有后续的继续的追赶上去啊 那我只能说这边至少是止跌了 或者说没有继续恶化下去 我们还得继续再观察看接下来会不会有回踩20天均线 甚至回踩50天均线的这种机会啊 然后呢看资金流这边的趋势是否还是继续向上的 那如果说有啊 那这边可能我们会马上的迅速去到新高啊 马上迅速去到新高 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期待吧 我觉得美股还是会接下来会有新高的 那这边目前从CMF来看的话 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消化一下啊 或者出现更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那黄金这边自行楼开始走强 但是还是在20天均线跟50天均线之下 短期趋势还是向下的 但是中远区的其实依然是向上啊 那我觉得黄金这边如果大盘要去新高 中美贸易战这边迎刃而解 中国买更多美国的农产品 像我们上周说的 中美贸易战市场是有良好的预期 我们看到就预期也兑现了 加上财报机目前初始的这一个答据 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这边黄金可能会有较大的压力啊 黄金可能会有较大压力 那相反能源的话呢 这边我们看到啊 贵金属可能会有较大压力啊 白黄金白银啊 可能会有较大压力 那这个原油我们看到是来到20天均线 50天均线 目前是未能冲过去啊 但是资金流这边我们看到趋势的话 其实跟黄金这边有点相像啊 而且整体最近的趋势 我们看也是向下的 那看原油这边能不能跟着大盘 有这样的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开启或者说借由财报季啊 能源类板块 原油公司啊 这种相互的依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能不能一起向上 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 天然气最近的确是有些强势 而且我们看到期权链上也是有些异动的 天然气异动啊 UNG还是比较多的啊 所以天然气这边 我觉得也是可以开始重点关注了 背后资金流的趋势 也跟着股价一样子起来啊 但是还是在跟原油一样 20天均线跟50天均线以下 那只能说这三大品种 黄金啊 还有原油天然气里面 目前天然气的表现是 些许较强一些的啊 些许较强一些的 说不定会有相对的这样的一个强势吧 所以黄金这边 暂时我们来说还是 放松关注啊 原油的话 我觉得可以盯着 天然气的话 可以重点关注 另外我们看美元指数终于下来了啊 那这边中美贸易战的缓和 加上美联储第三次降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那其实对美元的打击 其实是有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并没有能够帮助黄金 这边突破向上啊 那我们之前说了 美元跟黄金是一个复相关的一个关系 但最近我们看到美元跟黄金啊 感觉是有同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同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黄金啊 在市场这个乱世之下 黄金可能会有保值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美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保值避险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那全世界都不行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资产就会流到黄金或流到美元啊 那这边感觉可能还是这样的一个大逻辑不变啊 那现在市场暂时各方面的风险有所缓解 进入财报季投资者把重点关注集中在美股的财报 那这边风险暂时的缓出啊 或风险喜好开始加强的话 黄金跟美元这边会有压力啊 黄金跟美元会有压力 包括国债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我们看到一些反指或是波动指数 恐慌指数啊 还有日元这边我们看到风险都是有解除的信号 但日元这边虽然说下来了 但我们看到资金流还是很强的啊 这几个其实都是趋势还是在的 虽然说回到了近期的低点或区间的下沿啊 那我们看到他资金流背后还是很强的 说明这边市场短期还有中期 还有从外汇的角度来说 依然还有很大的风险啊 依然还有很大的风险 那我觉得上涨是波段性的啊 是波段性的 这个大牛市啊 还是有危险的啊 还是有更更这个更更大的更远的危险在后面啊 当然不排除近期还是会有新高 当然这个新高的次数可能会越来越少 或者说这个牛市现在进入到一个冲顶 或者说在做大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当然在做大顶的阶段不排除我们会有多次新高 但是呢可能很多的内部市场内部的板块 个别的股票可能已经不会再有高点了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的话可能是慢慢在一波又一波 不断衰退的这样的一个大牛市熊牛转接的 这样的一个大逻辑在背后啊 我们看到恐慌指数和风险指数 这边还是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背流 在里的背离在里面的 所以这里呢 我觉得也需要大家需要小心一点点啊 大家需要小心一点点 另外的话我们看各大板块 各大板块的话呢 这边目前来看银行表现还是不错的 那银行我们是做了一个butterfly 这个是在我们美股市场学院推荐我们的学员去 可以考虑做一个butterfly啊 在这个财报之前 那大家也可以用期权即刻对吧 把这一个SLF的butterfly直接模拟出来啊 甚至说进行真实的操作啊 那直接输入XLF 这边出来之后呢 大家可以选择这边的交易啊 呃 策略啊 那这边目前推荐要么就是买股票或者是买call啊 当然我觉得买call的话 滑不来啊 滑不来可能波动不够的话 你这个call最后买了之后反而赚不到钱啊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股票涨了 但是我的call却跌了 对吧 因为你的波动不够啊 那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比较 呃 这种跟波动啊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反而跟区间点位 比较有关系的这种组合 高级组合butterfly 对吧 那我们建议大家是可以做一个以28为中轴 或甚至20 8块5作为中轴的 上下不需要太多啊 5毛钱或者说1块钱都可以啊 当然这个区间越窄 你的风险回报比越高啊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策略 就是 跟名字一样的啊 碟式组合啊 两边是碟翼对吧 中间是一个蝴蝶头 那这边成本是多少 最大回报是多少啊 一目了然 当然这个是在 财报季之后啊 这个财报发布之后啊 我们看到银行是涨了对吧 但是在这个财报季在这个财报发布之前啊 前两天啊 其实如果布局这个的话 这个回报还是不错的 至少有1比3 1比5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回报啊 那如果最后能够停留在28附近的话 那这边可以潜在达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点位啊 这个目标的这个利润啊 那我们看到这边银行虽然说回到前高位置了啊 但是呢 背后资金流还是比较难看的啊 科技虽然说也是来到了新的 最近的新的一个高点啊 但是我们看到背后资金流也还是没有起来 XLY是同样道理 工业指数这边其实稍微好看一点点啊 那比较强的背后这个CMF比较强的还是UTILITY 防御性板块比较强的 还防御性板块还是比较强的 我们看道琼斯交通指数这边也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啊 基础原料这边也站上了20天均线 站上50天均线 能源目前还未能站上20天均线50天均线 医疗保险这边也站上了50天均线20天均线 生化制药也是最近的一些并购啊 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下 也开始了有一波反弹啊 但还是整体来说比较弱的啊 我们看到市场防御性比较强的板块是有回落 但还是整体在高位的这样的一个盘整吧 并没有太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位啊 那像我之前说的领头羊 或者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做多板块 还是在半导体的半导体 我们看到全年都是很强势的一个板块 虽然说这一波上涨背后资金流 还是不太好看啊 不太好看 当然我觉得这边可能需要时间慢慢的去修复啊 需要时间慢慢修复啊 这样的资金流我们只需要这个谨慎一点 担忧一点啊 但不代表说我们就马上要去做空对吧 因为没有做空的信号 但这边只是需要谨慎啊 只是需要谨慎啊 那我觉得道琼市交通指数 这边还是比较好的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先行指标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可能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那美股可能又可以有一波回暖啊 可能会有一波回暖 那我觉得还是啊 重点关注目前在做敌啊 最近这个低点出现更高的一个低点 潜在走出是否会有更高的高点的这些补涨的板块 以及接下来我觉得可能啊 无论是从财报业绩方面 还是从技术图形方面 接下来可能都有机会的这两个板块啊 那其他的板块的话 我觉得回到前高的位置或是突破新高 这边都是要小心的啊 因为之前没过去 如果以现在这样的一个CM Map来看 或是技术setup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追高啊 小心追高 那防循的板块有回落啊 也是说明市场风险喜好有开始回暖啊 但是还是有些板块 我觉得比较弱的啊 像生化这个生化制药啊 还是比较弱的啊 那比较强的对吧 半导体这边我们是之前一直在讲的啊 之前在讲 可以关注那等个回调吧 等个回调吧 那这是各大板块 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吧 没有什么太多亮点啊 当然最近都都不错 对吧 从上一周拉上来都不错啊 一个短波段的一个一个拉升 那我觉得可能现在来到主力位置要小心一点 因为我们看其他次分板块的话 房地产依然还是很强 零售的话 我们看到这边也是零 这个初期的强啊 零售这边也是非常的强 就觉得零售板块也是有很多机会 零售板块很多股票其实都跌出价值 而且在整个17年18年啊 一路下跌 包括19年很多零售板块跌出价值 我们看最近很多高飞股啊 或是动能很强的股票 跟零售都有很大的关系啊 所以我觉得有价值投机的机会在零售板块里面 房地产啊 房地产信托基金依然还是非常保值的 然后地产依然还是很强的啊 不太理会大盘 也不太理会其他的所谓风险 risk on或risk off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另外我们看这个银行 中小盘银行这边也是来到趋势的一个阻力吧 背后资金流也是没有特别的好看啊 另外原油原油开采服务 这边我觉得还是稍微的 呃 还需要再等待观察一下啊 但我觉得这边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底部 但是目前还没浮现出来 对吧 目前还没浮现出来啊 另外我们看一下金属类的 金属类的最近钢铁铜很强 金属类的也是借助中美贸易战的缓和 新型市场啊 跟金属有很大的正相关的关系 包括铜跟中国其实有很大的相关的关系啊 那铁这边我们看到这个ETF也是跳空 站上了20天均线50天均线啊 那铁这边是作为工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金属 那先相对于说其他金属来说 整体来说稍微强一点点啊 也比铜可能要稍微强一点点吧 农产品这边不断的走高 说明中美贸易战的红利还在吃啊 那大宗商品最近的这个ETF的资金流 不断的在走强 那这一个更多权重是USO啊 更多权重是原油 所以这边原油啊 说不定也预示着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了 接下来啊 原油可能说不定也会有一些机会了 那这些次分板块 那权重股的话 前几周我们一直讲到成长类的股票 受到打压啊 或者价值受到碾压 杀价值杀估值杀估值啊 杀估值啊 这个估值太高 要被杀下来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还是相对较强的 对吧 Facebook最近是比较强 对吧 虽然说有些负面消息缠身 但我们看到背后资金流还是比较强势的 Netflix还有Amazon这些估值比较高的偏高的 我们看到还是一个下降趋势啊 还是一个下降趋势 那我觉得这些在财报之后啊 如果有很好的机会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找机会去逢高布局做空 选择一些趋势或者说价值基本面 估值有空间的进行做多 然后选择一些高估值的啊 这种结合技术图形 或者结合资金流进行做空 我觉得接下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 很好的一个策略 我觉得市场的这样的一个 在雄牛转接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不变啊 所以一些高估值的一些股票 可能会有比较这个短线的反弹也很凶 对吧 但是反弹之后 我觉得可能有很好的做空的机会啊 我比较少建议大家去做空 但是呢 我觉得这边如果说你有其他做多的 这样的一个对冲啊 同时你这个做空的对冲 也是由其他做多的股票来进行对冲的啊 那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可能适合 多空仓位都要有一点 而不是说完全是单方向的做多或是做空了啊 因为现在在一个雄牛转接 我觉得是在一个大区间交易 不排除有新高 当然也不排除会有急跌急涨啊 所以这边我觉得仓位可以多样化 两种方向都有 但这种策略的选择 这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那像苹果啊 Facebook啊 这些我觉得都是比较强的 站在各大均线之上 背后自行楼也有支撑 微软 其实估值也是有空间的啊 那特斯拉这边算是一个比较 比较特别的一只股票了啊 估值的话是比较偏高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看最近它是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强势在 而且无视了很多负面的消息啊 感觉这边可能特斯拉之前的一个下跌 可能已经提前跌完了啊 所以特斯拉最近感觉也是要 这个突破成功突破 可能回踩之后继续向上走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财报季啊 这个他的财报应该是在10月底 11月初吧 我没记错的话啊 那可能会冲着财报季有一波小的预跑 然后财报之后再决定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 那波音背后资金流很差 20天均线最近也一直过不了啊 波音也作为价值的一只股票吧 有成长也有价值的一只股票 我觉得呃 这个看整体市场的情况 还是可以结合找机会去做多的啊 那最近像台积电呢 还有这个英伟达这些半导体都非常的强 包括我们美股实战学院公众号 呃 昨天才发布了一篇文章啊 专门是讲台积电的 大家也可以感兴趣去看一下 另外中概相关的啊 借助中美贸易战缓和这边也有一波反弹啊 那我觉得两个大哥 一个老大哥 一个是现在的大哥啊 百度老大哥 这个是巴里巴巴现在的大哥 目前来看整个呃 技术图形还是在做底部的啊 战上20天均线 战上50天均线 而且两个是走平的均线 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 可以找机会 可能回测一下最近的一些高点啊 最近的高点 但仅仅而已吧 我觉得还是可能没有这么的好看啊 可能还是没有这么的好看 觉得要突破向上的话 我觉得可能需要更多的利好啊 或者中美贸易战可能不仅仅需要第一阶段的丢了 可能需要第二阶段的啊 这个谈判开启啊 那目前我觉得市场是给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利好的反应啊 但是如果要往更高的位置走啊 我觉得中盖啊 或新市场要往更高的位置走 可能还需要更多后续的动能 那本月也是重点的财报季开启 对吧 那上周呃有伶仃的一些小的公司报财报 这周的银行目前我们看到财报数字还不错 今天盘后Netflix至关重要 盘前的Bank America 目前我们看还行吧 还行 周四也有Morgan Stanley 然后呢 周五也有一大堆的公司啊 当然这些公司的话可能对市场的影响不大 可能更多是对道指影响比较大吧 像这个Cococola跟American Express 都是道指里面的全种股啊 当然可能对整体市场也有一定的影响 下周的话呢 我们看到像一些波音啊 index Twitter Intel 还有Visa Horizon 这些公司也将会慢慢的播报财报 然后呢 一个一个的啊 然后这边Facebook 在月底啊 在10月30号 苹果 那这些都是市值排在前五的啊 那这个对市场的影响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啊 尤其是苹果市值现在目前是第一位的啊 也是巴菲特的重仓股啊 也是巴菲特的重仓股啊 那我觉得苹果的财报这边我目前还是作为一个保守的这样的一个 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吧啊 我觉得还是得再接下来看后续的财报的这样的一个怎么样报啊 那我觉得这边财报有几个套路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一个大的这个逻辑思路大家明白 首先财报的数字是可以被操控的啊 所以千万不要说这种啊为什么财报这么数字这么好 反而跌了啊财报数字这么差反而涨了 首先财报数字是可以被操控的对吧 而且财报的预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另外财报数字有很多不同的数字 不仅仅是说收入跟EPS 不同的公司可能有不同的这些重要的数据 比方说Netflix要看用户的增长啊 银行可能要看他的这样的一个财务报表的财务财务 这个balance sheet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程度对吧 零售店可能要看这个铜店销售增长啊 或者说用户增长啊 如果说互联网的话他用户有没有增长活跃用户有没有增长啊 或是每个用户所带来的营收有没有增长啊 所以很多数据啊 每个公司可能看的不同或分析师或市场不同时间 不同的公司可能会看的不同 所以呢财报之后的涨跌啊 其实不一定跟财报数字有很大的关系 反而跟市场的预期 或者市场的关注的焦点有很大的关系 往往这些预期或是焦点是大家所忽略的啊 呃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导致财报这边啊方向不太好把握 财报之后涨跌看心情这样的一个大的原理在这里面啊 所以这几点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吧 稍微留意一下啊 我觉得财报记呃说的不好听的话财报记其实就是呃圈钱的啊 或是骗钱的啊呃完全是看背后的筹码的这样的一个分布了 那如果说背后的机构筹码想要他涨 其实是可以涨的 如果说想要他跌 也是其实是可以让他跌的 当然这个涨跌其实机构心中早就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了 因为他们可能早就已经知道这个数字 或者说预估到这个数字是这样子的了 所以他们可能会有预跑财报之后会有财报钱会有预跑 如果财报数字很好 他可以再拉拉一波对吧 如果财报数字不好他可以选择跌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不跌啊 所以呢我觉得财报之后的涨跌啊 这完全是看心情的 没有一个呃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 可以去完美的分析到这个财报之后的涨跌 或甚至涨跌多少 这个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些高级的期权策略啊 去把握大概率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啊 或者说期权策略不仅仅是看涨看跌这么简单 也有一些不看涨不看跌的对吧 也可以利用起来比方说butterfly或是Iron Condor 这些first trade里面都可以做得到的啊 呃那我们这边再做一些呃 live trade吧真根据这一周的一些 财报我们进行一些分析啊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bank america 今天这个bank america财报完之后呢 应该基本上就没什么机会了啊 基本上没什么机会了啊 呃目前看盘前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太大变化啊 股价是持平吧略微持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那我觉得盘后的netflix这个应该大家是比较重点关注的吧啊 同时呢这周还有大家什么或下一周啊 我们提前一周呃如果说有非常关注的一些财报idea 大家也可以欢迎提出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 那目前bank america是微幅的高开啊 虽然说数字不咋地对吧比预期要差一点点 那我们看到整体银行啊的趋势xlf啊 包括前几前两天报的银行的财报 目前来看都是不错的啊 如果大家有做butterfly的话 中轴偏向上一点点啊 这种窄区间的振幅还是比较适合用butterfly去做 另外netflix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分析一下啊 netflix首先我个人对netflix这个长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看法啊 或者说没有太多的乐观的这种想法吧 我觉得netflix这个可能 大顶啊 这个中长期的大顶就在这里面了 未来的三到五年我估计就不会什么有什么新高的了啊 这个不用想的时候就会有新高了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慢慢的 呃寻底啊或者说这个大区间里面交易啊 呃可能会有一些短的波段的不错的交易啊 呃所以我们中长期对netflix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但是呢我觉得短波段的话啊 财报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操作一下的 那这边几个关键的点位啊 我们看近期的低点250以及这边270以及最近的这个位置285 附近280甚至290300啊 这都是比较关键的位置啊 那我觉得netflix可能会在财报的这样的一个助推下 目前我们看到财报整体趋势啊 一些重要的财报都是向上的 那我这边相信啊 netflix的财报数字也是经过financial engineer 也就是说这个财报数字之前的预期是不断的进行下调的 那很有可能netflix会爆出比这个预期数字持平 或甚至要略高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 呃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有微幅上调的这样的一个股价 如果按照正常逻辑来说 对吧 当然netflix可以完全或者用脚去投票 大跌或者说大涨完全是可以的啊 那这边我们用可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可以进行去博弈一下啊 进行去博弈一下 那我建议啊 这边我个人啊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可以尝试用butterfly 啊用butterfly 那具体什么点位的话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 首先butterfly我们不需要买太长时间 我们只需要呃 周五到期的就足够了 当然你要选下周25号到期的也可以啊 只是时间更高一点的话 可能稍微细旋价格会高一点点啊 最后组合的价格会高一点点 但是可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 因为你买了一个 卖两个再买一个 其实最后这个就算期权价格高 也就是一起高 那也会相互抵消啊 所以你买25号 买18号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不像说你在买单一的一个call 或者买一个call spread的时候 买方向性的期权的时候 你这一个期权的价格会有较大的这样的一个 跟时间上是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性的啊 那butterfly的话我觉得这边是没有什么太大相关性的 所以你买10月18 10月25 其实问题都不大 只是你想在10月18号的时候 Netflix到达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或者说10月25号你留有一周的周旋时间 想要他在这个区间里面 或者说来到这个区间的中轴啊 那我们这边姑且就以10月18号作为这样的一个 呃一个一个参考吧 如果说目前我们以呃 2块5的一个上下区间 也就是这个区间 最终就是5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现在在限价附近啊 285上下2块5 那这个区间来做的话呢 目前成本是非常低的 买一个组合的话呢 这边只是需要花费50美金啊 然后呢 最大回报有1比4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回报 那还是不错的 对吧 那你最大的回报呢 当他在10月18号的时候 流线的临近285的时候 你会达到最大的回报啊 你会达到最大回报啊 接济啊 一定要是在这个到期日的那一天 接近中轴的时候才会达到最大回报 要不然的话 可能就会在这个之间啊 0到200之间的这个回报之间徘徊着 具体要看市场的这个期权的价格情况了啊 除非说你是达到285啊 而且是在最后一天达到的话 那这边可能会达到最大的利润啊 盈利也就是200啊 风险是50 1比4啊 1比4 那当然这边你也可以把这个区间放大啊 你想说哎这个区间太窄了 不好去操控 完全理解啊 完全理解 你要把这个区间放大一点点 比方说这个区间 放到5块钱宽啊 280到290也可以的 因为Netflix这边财报预期是有10%的 一个财报预期 也就是这边可能会有上涨百分 上涨25块钱或下跌25块钱的情况啊 当然我预期可能不会大涨大跌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载幅的这样的一个震动吧啊 呃 但是呢我们要留有一定区间让它去震动 因为它按道理来说 它是可以震动10%的上下幅度的啊 如果说你把这个区间打开的话 你可以再看一下 这风险回报比也是有所改变啊 也是有所改变啊 这边当然这个还要看开盘之后的最终 数据是怎么样的 目前来看成本是70贵一点点 但最大回报也会打开一点点啊 也会打开一点 另外云也可以选择什么 买put put the butterfly 跟put the call the butterfly 其实效果是一样的啊 背后的这一个风险曲线图是一样的 只是成本会略微的不一样啊 成本会略微的不一样 这边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Netflix属于高价股啊 三位数的股价的股票 权利金会比较贵 它波动差价也会比较大 所以导致呢你整个组合最后的差价也会比较大啊 所以大家自行这个执行交易的时候 尽量的挂单挂低一点点 然后呢慢慢的向上调 如果说未能成交的话啊 这个可能是一些小技巧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的 因为它差价会比较大 所以你这个整个组合可能也会出现这种较大的 那种差价的情况啊 那你现在点交易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 这里啊 风险85 战略清单啊 订单预览 这里没有没有显示出来 他这个应该可能要等开盘之后啊 才能显示出这个数据出来啊 这个应该是这个期权的价格吧 他并没有最后把这一个butterfly的这个价格显示在这里啊 可能要等开盘之后才有了 我们看这边一些定战略清单也可以看一眼啊 啊 这里也写了啊 The bit and add spread of this trade is sizable It's recommended that you place a limit order near the mid price 啊 所以尽量的挂单啊 挂单去执行 然后呢挂低一点点 然后慢慢向上推 如果说你不能成交的话 不能马上成交 或者说你不能在你想要的时间内成交的话啊 因为这个是盘后财报 所以今天就要做了 对吧 今天就要做了啊 所以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急迫性需要去成交 那就是这个 那你冒的风险啊 都已经罗列在这里面了啊 那你潜在是冒 刚刚我们举的几个例子 就是50块钱60块钱或85块钱的风险 潜在可能会有200300400不等的回报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思路在这里了 当然你也可以做不止一个buterfly 对吧 你可以自己去倒腾 呃 比方说你觉得Netflix会来到300块钱 或是你觉得Netflix会在2007附近 两种可能性都有啊 要不涨的话涨到300块钱附近 对吧 也是阻力位置 跌的话可能跌到270附近 也是支撑位置 那你可以两边都做一个buterfly 然后这个轴呢 中轴设在两边啊 然后呢可能区间可以设窄一点点 然后调整一下你的风险回报 我觉得至少要有1比3的风险回报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不太值得去做了啊 可能就不太值得去做了 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 个人的一些看法 大家可以进行啊参考啊 大家可以进行参考 那这是Netflix啊 那看看接下来还没有同学有别的一些问题 IBM的话这边我个人也有也有一点点想法吧 也有一点点想法 我觉得IBM可能会大涨大跌啊 可能会大涨大跌 还有包括Aquora 还有United Rental 可能这个不太熟啊 CXX这支 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极端的情况发生 可能适合做Straddle跟Strangle 啊 Aquora这边可能适合做Core 或是CoreSpare 可以买一个较远期一点点的啊 那上一周我记得我们是推荐了BethBeyond 对吧 BBBY啊 那我们也知道BBBY财报之后换了CEO 换了高管 然后就暴涨 啊 然后就暴涨 建议大家当时买一个11月份的CoreSpare 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吧 Steel Dynamic 这也是做钢铁的跟UI Steel 啊同个板块 这边也是可以关注一下 另外其他的话 我们看到银行Morgan Stanley 基本上前面银行 报过之后呢 对整个银行板块 对整个金融板块带来的利好影响 我觉得可能已经是被Price in了 除非Morgan Stanley的财报 非常的unique 非常的独特 市场可以再给予他 嘉奖或者说惩罚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可能估计就是偏中立的 这样的一个走势 所以Morgan Stanley也可以考虑做一个 载幅的Butterfly去考虑去做啊 那其他的话 我们看本周还有E-Trade啊 啊这个也是一个券商啊 我们看到IB的话 昨天盘后好像是跌了 IB昨天盘后财报 这里啊是跌了 然后这个ChallSwap的财报 好像是涨了一点点啊 所以我觉得券商的财报这边 可能也是比较分歧会比较大的 因为券商最近都开始 这个往这个零佣金这边去靠拢了啊 像First Trade这边去靠拢了啊 但还是很多未能达到完全的零佣金的啊 未能达到完全零佣金的 那First Trade我觉得是少数几家 能达到完全零佣金的 这边能为大家省下不少的钱啊 能为大家省下不少的钱 包括期权的交易费 期权的这个合约费啊 全部都是零啊 那这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啊 非常好的 这个我个人交易费一年下来 2017年18年其实都蛮大的啊 都是我位数的啊 那自从出现这种免佣的这种捐商之后呢 其实能省下不少的这种交易费啊 省下不少的这种交易费啊 虽然说不是说交易上的赚钱对吧 但是省了钱就是赚了钱啊 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 另外我们看这个Cococola 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看法 American Express 我觉得也是跟JP Morgan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也是属于银行业的啊 这支SYF 这支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不错的表现 这支也是巴菲特的一支持股啊 那不排除可能巴菲特 其实早就已经看好这个基本面了 我们看这支股票呃早在19年的时候 当时是20多块钱对吧 巴菲特持股大概成本我当时预计 应该也是在256左右吧 目前他可能是有少赚 但是呢这个公司他拿了很久 但是他成他的这个成本 虽然是我们大概能推算到之前也推算过啊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仓位还是太小 因为不到他1%的资金的仓位啊 而且他最近也没有去增持或加仓 好像我们看到他是有之前买了一个季度 然后后面第二个季度加仓的时候 就没有再碰过他了啊 所以我觉得这支股票虽然说有估值上的这种优势 或是股神的加持啊 但并不是他重仓的一支股票 但我觉得这边可能呃 有股神的加持下加上自身的趋势 结合新闻动能 这边说不定能够像苹果一样啊 慢慢的向上蹭啊 慢慢的向上蹭啊 那我觉得SYF这支也是可以考虑做方向性的call 或是call spread向上的啊 call spread向上的 好大概我想这个能能讲到的就这么多啊 能讲到这么多 除非后面大家一会有这个后续的问题 我一会再来解答啊 我们看这边本周重要的事件 本周重要事件的话 没有什么太多重要的事件 周一是在市修盘啊 在市是修修了一天 但股市还是开的对吧 但没有什么太大重要的事件 或是财报安排 周二的数字我们看到也是比预期要好一点点的 今天早上的零售数字跟预期可能差不多吧 差不多啊 呃 如果除掉这个汽车 除掉汽车的话 我们看这边数字是比预期要好一点点的 对吧 呃 这个是吧 这个是8点半刚刚报的啊 这个数字可能还没更新啊 但我这边看到的话 整体来说整个销售数据 无论是除掉汽车销售也好 还是包含汽车销售也好 基本上跟预期差不多啊 基本上跟预期差不多啊 呃 没有很好 但是呢也没有非常的差啊 但我觉得就算差的话呢 美联储这边也会啊 呃 为第三次这个降息 这个预期再打预防针啊 那10点钟的话 也有这个原油库存数据 然后本周的话 周四周五有很多美联储啊 主席要讲话啊 包括包二啊 包括各区的主席 那我觉得也是为了第三次降息 为了接下来10月底的 这个美联储会议 再打预防针啊 这个做这样的一个预期啊 呃 那接下来周四周五的话 就没有什么太多重要的经济数字了 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一些经济数字啊 那我觉得这周还是重点 把这个关注放在各财报上面啊 呃 那刚刚我其实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这边我想再点一下啊 就是我刚刚讲的财报 对吧 这个财报可能是呃 会有这个数据上的操控啊 包括财报之后的涨跌 可能会有这种不同的这样的 一个看心情 或者看市场的焦点 看市场的预期 对吧 财报之前涨看预期 财报之后 可能要看市场关注点在哪里 看市场的反应 有时候这个反应 可能真的是看心情的 没有什么太多规律的啊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财报的这个预跑啊 财报的这个预跑 同类的公司 往往会选择在同一周 或同一个月报财报啊 那如果前面的公司报了财报 对后面同类公司有一定的提振 或者说打压惩罚之后 如果说同类的公司 同类的银行也好 或同类的科技股也好啊 如果说财报没有什么新的亮点 那可能基本上之前的反应已经被price in 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 市场的规律市场的反应很重要 不要到时候有人来问说啊 为什么这个财报 苹果财报很好 为什么没涨啊 或者说这边Facebook财报很好 为什么没涨 因为可能Netflix财报好 加上前面的一些科技股的财报好 已经带动大盘带动大盘 那苹果Facebook这些可能已经提前涨了 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了 那接下来只要他们的财报 不是说非常的好 或者说不是非常的差 那我估计股价可能会偏平缓的 这样的一个过渡啊 那这边可能会有很多这种butterfly 做区间做窄区间振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而且butterfly我觉得是万能的 无论是做方向性的 还是做这种非方向性的窄区间 或大区间啊 都可以去进行操作啊 那这边大家也可以回看一下 我们之前的一些视频 在first trade的官网 首页这里呢 有一个叫研究与工具 期权即刻啊 期权即刻 下面是有很多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些期权相关的一些视频 初级策略或高级策略或期权那些基础波动率定价等等等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这边呢 我们也是看看大家的问题啊 欢迎大家这边提出问答 那这边我们看到有加拿大来的同学啊 有加拿大来的同学啊 欢迎你北美应该是蛮多的啊 台湾香港澳门应该有很多吧 亚洲的东南亚地区的也有很多啊 嗯 我们看这边有问题说 老师我交易XLE的期权 sell put 55块 只要旅约日还未到 就算跌到55块以下 对方也不能行权 我也接不到股票是吗 对 呃这个是这样子的 对 因为呃 美股的这个期权啊 除非你是做指数的期权啊 是有提前的这种行权或cash settlement 要不然的话呢 还是要等到最后一天才会行权 除非说是有这种分红的这种事件啊 比方说我刚刚说的cash settlement啊 就是所谓的分红的事件 就比方说spy或是你买的一些股票啊 他每个季度会有分红啊 那每当分红的时候 这个分红的日期不一定是说 刚好是跟你这个期权到期日同一天的 可能是在这之前 那如果说你是卖期权的话 你有必要去支付分红 那你要怎么去支付这个分红呢 你首先需要系统帮你自动行权 行权之后你去支付这个分红 所以大家在卖空期权的时候 sell to open期权的时候啊 在sell to open期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如果说你手中持有的这个品种 他在近期需要派发dividend啊 这边first rate应该会提醒大家的啊 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风险提醒给大家的 就是你需要支付这个dividend 会有提前行权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现在这里面 这是我觉得可能唯一可能会出现 提前行权的这种情况吧 除非说你是这个做这个指数 像XPX啊这种指数 你可能会对吧 可以提前行权啊 或者会被提前行权 要不然的话 可能就是平时做这种ETF 做这种股票啊 正常的这些品种 可能会有dividend的风险 那可能会被提前平权 然后你需要支付 这个你所做空的这个期权 这个dividend 你需要支付给别人 对吧 你需要支付给这个 这个dividend 给这个股票的持有者 给别人分红 对吧 那你XLV XLE这边应该是有分红的 应该是有分红的 但具体的分红日期 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什么日子分红 XLE的dividend XLEdividend是在9月19号 那应该也是分过了 那下一个的话要等三个月以后了啊 所以目前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 如果说你是在9月19号前后啊 这个之前 那你可能这边会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支付这个分红的啊 这个这个 可能性 如果说你是买了一个合约啊 卖了一个合约 那这边100股呢 你就要支付56块啊 支付56块的利息 或是分红给人家啊 那就是这一个 那你目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被提前 新权的这种可能性啊 如果说你是卖55的put 那我觉得目前来看是比较安全的啊 目前来看是比较安全的 就不知道你卖的时间是多久了 如果你卖的时间不是很久的话 近期马上会到期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你应该是会全部收掉啊 应该会全部收掉 老师怎么看abt 全部收掉就是你的最大盈利了啊 就是你这边卖期权 就跟做空是一样的 你在50块钱做空最后归零了 那你最大就是赚50块钱 对吧 abt 这个其实我还是比较 之前是有关注过的一支股票 后面估值实在是有点超出我的想象啊 那这个趋势很漂亮 对吧18年上来已经翻倍了 当然 这么大市值能有这么不错的表现 其实已经很强了啊 那最近的趋势是开始向下啊 那我觉得这个大的股票往往一旦趋势开始的时候 要小心啊 这个趋势我觉得没有这么快能够逆转的啊 我觉得没有那么快能够逆转的啊 如果说你要考虑做多的话啊 看看能不能在支撑位置78或80以下能不能介入 如果说这边有仓位的话 如果在跌破78这边要考虑止损啊 这是可能技术上的大概的一个看法 估值上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贵的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贵的 first trade做两腿以上的期权 策略需要1万的保证金 这个应该能跟客服了解一下吧 这个我具体还真的不知道啊 这个我具体还真的不知道 这边有first trade的客服看能不能一会儿在聊天这里 跟大家回复一下 或者说大家也可以去联系first trade的客服啊 问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要开通 开通 是开通了这个期权权限或期权的各级权限嘛 对吧 因为期权有一个基础的权限 也有一个高级的权限 这个期权基础的权限就是你可以直接买call 或者是买put 是吧 然后呢高级点的话 你可以做spread 或是butterfly 可以参与卖期权 是吧 那如果说你要做卖期权的话 裸卖的话 这肯定是需要保证金的 或需要股 或需要股票去进行对冲的 如果你做两腿以上的期权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是一腿做 一起做吗 如果说你是一起做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不需要保证金的 除非说你权限没有开透 一起做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一个一个去买 比方说你做一个call spread 你要buy to open一个call sell to open另外一个call 那你不要分开 你先去买这个 然后成交了之后再去卖 再去卖这个 一起做一起成交 直接用它这个系统的这个策略 一起直接交易成交 会不会这样子会好一点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当然这个你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联系客服 说明全线未开好 或者说看看他们怎么说 OM也是属于半导体 这支之前是有并购的传闻 但后面就没什么消息了 后面就没什么消息了 我觉得OM的话 不是说半导体里面最好的选择吧 但我觉得半导体里面有很多很好的选择 当然最偷懒的方法就是 关注SMH以及它对应的三倍的ETF XO XL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 呃我觉得这是懒人的一个方法啊 懒人的一个方法 呃半导体里面太多太多股票了 太多太多股票真的看不完也选不完 而且最后选了之后呢 也不一定说是表现最好的那一个 还不如直接就选一个ETF 或者说整体的板块ETF进行操作了啊 我觉得也可以用期权去做 对吧 如果说你觉得期权不适合你做的话 想像是股票 你可以用三倍的杠杆ETF可以去代替啊 做一些短波段操作 但是不要长持对吧 不要长持 现在我们说的都是短波段 因为长期来说我对美股 其实还是保留了一些意见的 但是呢 我觉得短波段啊 一些上涨 短的上涨趋势大的一些这种啊 这个短波段的一些上涨趋势 短波段的一些下跌啊 或者说区间的一些交易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去做的啊 VSH这支也是属于半导体吧 我觉得属于在底部 但是不是不是相对较强的 但可能会有补涨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吧 啊可能会有补涨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啊 我个人对VSH小安之前是有了解过这支公司 基本面还是比较便宜的啊 所以我觉得可以重点关注 可能比ON要好一点点 我觉得ON的估值可能偏 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啊 比较饱和了啊 VSH作为半导体的话 我觉得可以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支股票 但是我还是要推荐做ETM会比较好一点点啊 接下来的市场可能会比想象中的要 呃更为的凶险一些啊 尤其是在一个这个 呃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在前面 对吧还是很多不确定性在前面啊 还有一些突发的新闻 包括牛熊的这样的一个转接大周期的一些问题 之前我们讲到的 ET这个好像是能源股啊 看图来说还是比较漂亮的一个头肩底 头肩底 那我觉得能源公司感觉最近是有些资金流上的一些 期权异动上的一些强势啊 图形上来说的话很多能源板块 其实我们看到都有在做底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了 XOP能源开采对吧 还在底部 XLV XLE也在底部啊 OIH原油服务也是在底部啊 所以我觉得整个能源类的包括USO也是在一个区间的底部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这一类的啊可能都会有机会 所以ET的话我觉得从短波段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能够尝试去找寻一下区间的上沿1819块钱的位置 能否最终突破我觉得需要看大盘 需要看原油 也需要看基本面能源公司跟基础原料的财报了 这也是我今天讲的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两个板块之一啊 好的 这边大家想了解更多的信息的话 可以拨打FirstTrade客服专线 美国地区 中国大陆 非美地区也可以拨打 或者关注FirstTrade的微信官方服务号 FirstTrade1985 电子邮件 也可以及时的收到回复 好 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Until next time Chair Green and stay profitable 下周见 拜拜